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贝宁总统塔龙 习近平强调 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 也是非洲的世纪 我们相信非洲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非洲雄狮在新时代一定会重振雄风奔腾向前 中非是好兄弟好朋友好伙伴 我们不会忘记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和宝贵支持 中国发展了将会更加坚定地同非洲国家相互支持 相互帮助共同发展 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我们愿同贝宁交流借鉴治国理政经验 增进人文交往 共建一带一路 使其成为连接我们两个文明古国的新纽带 塔龙表示 包括贝宁在内的非洲国家 正在努力通过勤劳和改革 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谋求长远发展 改变自身命运 中国人民正在习近平主席带领下 朝着民族复兴的目标迈进 中国的成功经验 值得非洲国家借鉴 中国的支持和帮助 对我们非常宝贵 贝宁愿同中国加强交往 相信有了中国的合作 贝宁和非洲将实现加快发展 会见后 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